三国演义 第二十六回 原本初 败兵折将 关云长 挂印封金 幽兔笑谈 制作 却说 袁绍御斩玄德 玄德从容尽悦 宁宫只听一面之词 而觉向日之情也 被自徐州失散 二帝云长 未知存否 天下同貌者不少 岂赤面长须之人 即为官谋也 明宫何不察知 袁绍是个没主张的人 闻玄德之言 则举授予 物听辱言 险杀好人 遂仍请玄德上帐座 意报炎良之仇 帐下一人应声而禁约 炎良与我如兄弟 今被曹贼所杀 我安得不学其恨 玄德是其人 身长八尺 念如泽贼 乃河北名将文仇也 袁绍大喜约 非如不能报炎良之仇 吾于十万军兵 便渡黄河 追杀曹贼 举授授曹 不可 今已流吞严金 分定官度 乃为上策 若轻举渡和 社会有变 众皆不能还矣 少怒月 皆是如等迟缓军心 千言日月 有防大事 岂不闻兵贵神速狐 举授出 探曰 上吟其智 下吾其功 悠悠黄河 无其几乎 遂脱及不出一事 玄德曰 被蒙大恩 无可报效 一遇与文将军同行 一者报民功之德 二者就探云长地实现 少喜 换文筹与玄德 统领前部 文筹曰 刘玄德旅败之将 于君不利 既主公要他去时 某分三万君 叫他为后部 于是文筹自领 七万君先行 令玄德引三万君随后 且说 曹操建云长斩了炎梁 倍加亲近 表奏朝廷 风云长为汉寿亭侯 祝印宋关公 呼报袁绍又是大将闻丑度黄河 以具炎金之上 曹乃先是人以喜居民于西河 然后自领兵营之 传下将令 以后军为前军 以前军为后军 梁草先行 军兵在后 吕乾曰 梁草在先 军兵在后 何一言 曹曰 梁草在后 多北漂掠 故令在前 乾曰 躺欲敌军截去 如之奈何 曹曰 且待敌军到时 却有理会 乾心一味觉 曹令梁氏资重 言和 欠至严金 曹在后军 听得前军发喊 急叫人看时 宝说 河北大将文丑兵制 我军接起粮草 四散奔走 后军又远 将如知何 曹以编制两副曰 此可暂毙 人马急奔土腹 曹令军事皆解 一些加少些 尽放骑马 闻丑军掩制 众将曰 贼制矣 可急收马匹 退回白马 寻忧极止之约 此政可一耳敌 何故反退 操级以牧师寻忧而笑 忧之奇异 不复言 文丑军既得粮草车账 又来抢马 军事不一队伍 自相杂乱 曹操却令军将一旗下 土腹击之 文丑军大乱 曹兵围过将来 文丑挺身独占 军事自相践踏 文丑止饿不住 只得拨马回走 曹在土腹上指约 文丑为河北名将 谁可勤之 张辽 徐晃 飞马骑出 大叫 文丑修走 文丑回头见二将赶上 随按住铁枪 拈弓搭剑 正设张辽 徐晃大叫 贼将修放剑 张辽低头几躲 一剑射中头盔 将三鹰射去 辽分力再赶 坐下战马 又被文丑一剑射中面颊 那马跪到前提 张辽落地 文丑回马赴来 徐晃 吉伦大福 劫住厮杀 只见文丑后面军马骑到 谎料敌不过 拨马而回 文丑言何赶来 忽见十余骑马 骑号偏翻 一将当头提到飞马而来 乃观云长野 大喝 贼将修走 与文丑交马 战捕三合 文丑心切 拨马绕河而走 官公马快 赶上文丑 脑后一刀 将文丑斩下马来 曹操在土服上 见官公砍了文丑 大驱人马掩杀 河北军大半落水 粮草马匹 仍被曹操夺回 云长引述其东冲西图 正煞之间 刘玄德领三万军随后到 前面少马探之 暴雨玄德云 锦翻又是红面常然地斩了文丑 玄德荒芒骤马来看 隔队望剑一簇 人马往来如飞 旗上写着汉寿亭后 官云长七字 玄德暗谢天帝月 原来吴帝果然在曹操处 欲带招呼相见 被曹兵大队拥来 指的收兵回去 袁绍接应官渡 下定债诈 郭图审配入见袁绍 说 锦翻又是官某杀了文丑 刘备扬推不支 袁绍大怒 马云 大二贼焉该如此 早请 玄德智 绍令推出展智 玄德月 谋有何罪 少月 你故时辱地 又坏我一员大将 如何无罪 玄德月 容身一言而死 曹操素济辈 金之辈在民宫处 恐被助攻 故特使云长诸沙二将 公之毕怒 此借公之手已杀刘备也 愿民宫私之 袁绍宇 玄德之言是也 如等即使我受害贤之名 贺退左右 请玄德上仗而坐 玄德谢月 和民宫宽大之安 无可补报 与令一心妇忍 使秘书去见云长 使之刘备消息 必必星夜来到 辅佐民宫 共诸曹操 以报严良 闻丑之仇 若和 袁绍大喜约 无得云长 胜炎良 闻愁十倍也 玄德修下书闸 未有人送去 绍令退军舞阳 连迎树十里 按兵不动 曹乃使夏侯敦领兵 守住官渡爱口 自己搬师回许都 大宴众官 贺云长之功 因为旅前月 昔日无以粮草在前者 乃尔敌之济也 为寻功达之吴兴尔 众皆探福 正隐宴间呼报 汝南有黄金流辟 宫都甚是猖獗 曹洪位战不利 起疑兵救治 云长文言 近月 官某院师全马之劳 破汝南贼寇 曹月 云长建立大宫 未曾众仇 岂可赴劳征进 宫宇 官某久贤 毕生疾病 愿在一行 曹操壮之 点兵五万 始于尽 越尽为副将 次日变形 寻遇密尾曹曰 云长有归流之心 躺至消息必去 不可贫令出征 曹月 今次收工 无不负较临敌 且说 云长领兵将近汝南 闸住营寨 当夜营外 拿了两个细作人来 云长是知 内中认得一人 乃孙前也 官公赤退左右 问前月 公子溃散之后 一向踪迹不闻 今何为在此处 前月 某自逃难 漂泊汝南 幸得刘毕收留 金将军为何在曹操处 为时甘迷二夫人无恙否 官公因江上相师 细说一遍 前月 尽闻玄德公在袁绍处欲望投之 未得其变 今刘公二人归顺袁绍 相助公曹 有幸得将军到此 因特令小军引路 叫某位细作来报将军 来日二人当须败一阵 功可肃引二夫人投袁绍处 与玄德公相见 官公语 季兄在袁绍处 无必兴议而往 但恨无斩烧二将 恐今事便已 前月 无当先往探底虚实 再来报将军 功语 无见兄长一面 虽万死不辞 今回许昌 便辞曹操也 当也密送孙前去了 此日 官公引兵出 共都披挂出阵 官公语 如等何故被返朝廷 都语 如乃被主之人 何反则我 官公语 我为何被主 都语 刘玄德在原本出处 辱雀从曹操 何也 官公更不打话 拍马五刀向前 公都便走 官公赶上 都回身告官公语 雇主之恩 不可妄也 公当复进 我让汝南 官公会议 屈君掩杀 刘公二人阳书诈败 死散去了 云长夺德州县 安民已定 班师回许昌 曹操出国迎接 上劳军事 燕霸 云长回家 参拜二嫂于门外 甘夫人约 叔叔两番出军 可知皇叔阴信否 公达约 未也 官公退 二夫人于门内痛哭约 想皇叔修矣 二叔恐我姊妹烦恼 故隐而不言 政窟间 由于随行老军 听得哭不绝 于门外告曰 夫人修窟 主人建在河北元绍处 夫人曰 如何游之之 军曰 跟官将军出征 有人在镇上说来 夫人即赵云长泽之曰 皇叔未尝妇儒 如今受曹操之恩 顿望旧日之意 不以实情告我 何也 官公顿守约 雄金伟师在河北 未敢叫嫂嫂之者 恐有泄露也 只需缓途 不可欲诉 甘夫人约 叔一上井 公退 循私去计 坐立不安 原来于晋 探知刘备在河北 报与曹操 操令张辽来探官公义 官公正问作 张辽入贺曰 文兄在镇上之玄德阴姓 特来贺喜 官公曰 雇主虽在 未得一见 何喜之友 辽约 公与玄德交 彼弟与兄交何如 公与 我与兄 朋友之交也 我与玄德 是朋友而兄弟 兄弟而又君臣也 岂可公论乎 辽约 仅玄德在河北 凶枉从佛 官公语 昔日之言 安肯备知 文远 须为我 致以成相 张辽将官公之言 回告曹操 曹语 无自有计 留之 且说 官公正寻死间 呼报有故人向往 即寝入 却不相识 官公问语 公何人也 答语 谋乃袁绍部下南阳陈镇也 官公大经 急退左右 吻曰 先生此来 必有所为 朕出书一间 地于官公 公事之 乃玄德书也 其掠云 北于足下 自桃源地盟 是已同死 仅河中道湘北 歌恩断义 君必欲取功名 屠富贵 愿献备首级已成全功 输不尽言 死待来命 官公看书帝 大哭曰 谋非不欲寻凶 乃不知所在也 俺肯屠富贵 而备就蒙户 朕月 玄德望公甚切 公祭不悲旧蒙 一速网见 官公月 人生天地间 无忠使者 匪君子也 无来时明白 去时不可不明白 无今作书 樊公先达至兄长 荣某辞却曹操 奉二嫂来相见 朕月 躺曹操不云 为之奈何 公月 无宁死 岂肯久留于此 朕月 公速作回书 免致流史军旋望 官公写书达云 妾文艺不复心 终不愿死 与自幼读书 粗之礼意 官养脚癌 左伯陶之事 未尝不三叹而流涕也 前手下批 内无激素 外无援兵 欲及笑死 乃有二嫂之众 未敢断手捐躯 致负所托 故而暂且积身 忌徒后悔 尽至汝南 方至凶陷 即当面词曹操 奉二嫂归 与但怀一心 神人共路 披肝力胆 彼楚南雄 战败有妻 扶为赵剑 陈镇得书自回 官公入内告知二嫂 随即至相府 拜辞曹操 操之来意 乃玄回避排鱼门 官公样样而回 命就日跟随仁义 收拾车马 早晚伺候 吩咐宅中 所有原刺之物 尽皆留下 分毫不可带去 此日再往相府辞谢 门手又挂回避牌 官公一连去了数次 揭不得见 乃往张辽家相探 欲言其事 辽已脱及不出 官公思雨 此曹操呈相不容我去之意 我去之已决 岂可复留 即写书一封 辞谢曹操 书略曰 与少氏皇叔 仕同生死 皇天后土 石闻思眼 前者下批尸首 所请三世 以蒙恩诺 惊叹之故主陷在 袁绍军中 挥思昔日之蒙 岂容违背 心恩随后 旧已难忘 自特奉书告辞 福为赵茶 岂有余恩未报 愿已四知一日 写必封故 差人去相府投地 一面将累资所受金银 已移封至库中 玄汉寿亭侯印于堂上 请二夫人上车 关公上赤兔马 手提青龙刀 率领旧日跟随仁义 护送车账 进出北门 门力挡之 关公怒目横刀 大喝一声 门力皆退避 关公即出门 未从者跃 如等护力车账先行 但有追赶者 无自当之 武德惊动二位夫人 从者推车 往官道进发 却说 曹操正论 关公之事未定 左右报官 公成书 曹吉看壁 大经曰 云长去矣 忽北门首将飞报 官公夺门而去 车账安马二十余人 皆往北行 又官公宅中人来报说 官公进风 所赐金银等物 美女十人 另居内侍 其汉寿亭 侯印悬于堂上 丞相 所拨人意 皆不带去 只带 原根从人 即随身行礼 出北门去了 众皆恶然 一将挺身出约 某院将铁骑三千 去生擒官某 献于丞相 众世之乃将军 蔡阳也 正是 欲离万丈 蛟龙穴 又欲三千狼 虎兵 蔡阳要敢 关公 毕竟如何 且听 下文分解 三国演义 第二十六回 原本初 败兵折将 观云长 挂印封金 U兔笑谈 感谢您的观赏